大家好 今天我晚了很多 我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說了大概是11點半左右 竟然是12點半 我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全天好像去了結界 關於結界的事 我們等多些朋友在這裏才說 可能很多人都睡了 關於結界的事 昨晚就說到 我今天有朋友生日 於是約了一頓飯 有星期五晚上 但anyway 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吃飯 其實10點 他就一定會請你起床趕你走的 我就是10點吃完飯 被趕走 接著就載了朋友回家 接著就充電了 充電是半小時左右 不知道為什麼我回到你家是12點半 我用了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載了一個朋友回家 充電了半小時的電 用了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結界那樣 我今天好像全馬鞍山附近有結界 曬黑了 我沒有曬到 可能是燈光的問題 我是很黑的 而且我面前這盞燈很黃 是不是我不要讓它影響我 隨便吧 它影響我也好 不影響我也好 這個燈光很黃 是不是? 不要緊 你就當我在結界 為什麼今天會 我今天全天都好像在結界那樣 由於今天我一早起床就發現 我的臉書就完全不合理 我有兩個常用的電話 在兩個上面都不合理 我又不是很空 也不是很空理 那就是全天都好像沒有 原來真的你不去看周圍的人說的東西 你真的好像和這個世界斷絕了 那一路到晚上我才有時間 處理Facebook的問題 也都沒有什麼時間看新聞 其實這幾天是有點避免的 我覺得 因為這幾天是近母親節了 我們吃東西方面 我們的送貨方面 就非常緊張 臉色很黃 其實是因為燈光的 好像很累 還不是很累 我怎麼可以好一點 大家不如不要介意我的樣子算了 說回來 其實星期四 星期五很忙 因為沒有新節了 我們不是做了一個蛋糕的 做了一個啫喱的 其實這兩天都會送貨 和被人拿貨 非常緊張的 一有這些Festive的Season 要趕著送貨 就非常緊張 先說回工作 這些幾天的緊張 所以我不想看這麼多Facebook 或者不想看這麼多新聞 但是今天正正是所有東西都壞了 連我的車也壞了 待會再說 每一次當我在Festive Season的時候 要做一些東西 送貨 拿貨 都非常緊張的 如果大家都記得之前的尖堆事件 啫喱又是另外一種挑戰 因為啫喱呢 它蹬一下蹬一下 你同一時間送很多的時候 它那種蹬一下蹬一下 令到人家很心煩意亂的 今天早上又有些 在做的過程裏面 又有些阻礙 那個時間又要一早起床 做完之後又要說 有很多問題 其實日常一間廠 一間廠會遇到的問題 並不是大家那麼容易想到的 所有你想不到會發生的事情都會突然間發生 總之就有些阻礙 所以今天整個上午都很緊張 到差不多2點多才可以開始送貨 很緊張 因為怕很多人要吃晚飯 早送到 好了 這個就是第一了 第二 就是我的Facebook一直壞了 其實因為我呢 就在管理很多Facebook的專頁 其實我不單止要看 我要用 因為其實Facebook呢 你就要用一個你私人的帳戶 然後你就要去管理一些專頁 如果我私人的帳戶是壞了的 不行的話 我就管理不到我所有的專頁 就很論盡的 其實這裡不特別講 但是後來就發現 到我真的有時間的時候查一下 就發現原來我兩個電話都是這樣 原來我以為我的私人帳戶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的私人帳戶本身都是沒有什麼更新的 我都是透過私人帳戶去管理這個專頁的 上一次我更新的我的私人帳戶 可能都是兩個月前 一個多兩個月前 所以連我的私人朋友都是看我的專頁的 到我晚上有時間搞一下Facebook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它原來是要我更新的 但是其實以前並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更新的 你還沒更新的 它是不會使你功效不到的 而我今天就是功效不到 搞到一天就好像雨勢隔絕一樣 也都關了門去下午就開一個會 比我想像一張牆 然後就吃飯了 吃飯就吃到遇上10點鐘被人請你走 然後我就兩個半小時就只是做了充電 和送一個朋友回家 都不是很遠的 這個朋友如果正常的時候 那個路程是二十多分鐘的 如果我不走錯路 又沒有去結界 這樣 其實我應該沒有去到結界的 待會看看你們說什麼 不過我以前小時候都發生過一件 去過結界的事件 最近在我的朋友口中 就是舊同學口中都證實過的 話說那時候去大嶼山縮營 縮營有幾天的時間 那晚就說不如去買一些炭回來燒食 那就由那個煤窩 應該是煤窩 由那個度假屋去到那個 有得買炭的那個超級市場 應該是二十分鐘左右的路程 因為都是走的路程 那我們就 比如十個八個人這樣 就派了四五個人 一半人左右 就負責出去買炭 然後另外一半人就在家裡準備 你知道那時候 我中學時代又不會說大家都 就是你去縮營 你真的不會帶一隻錶 有沒有電話看時間 大概我們幾個人 就記得是六點多 差不多吃飯的時候 就走出去買炭 買了炭回來 那就可以燒東西吃 那我們六點多走出去 接著就整班人在那裡走啊 走啊走啊走啊 買炭 然後走啊走啊走回去 那其實呢 其實都覺得 那當然你知道了 年輕人當然在那裡聊天啊 玩啊這樣 走回去的時候 就等我們那一半人 就說 喂 你們去了哪裡啊 你們去了四個小時啊 那我們就看看那個鐘 晚上十點半 真的四個小時 六點半出去 十點半出去 接著我們就 我們就 就是覺得 咦 很奇怪啊 那我們幾個出去了的人 那些人呢 就說 在家裡邊那一班人呢 就是騙我們的 故意將個鐘 所有錶 所有看到時間的東西 就故意教到十點半 就騙我們說 那時候是十點半 就騙我們說 我們去了結界 那時候沒有結界 就是說 你不知道去了哪裡啊 有鬼啊 但是我們幾個人出去的那幾個人呢 就想回了 有一個人就說 不是啊 我們真的走了很久很久 你們不覺得嗎 我們剛才走過一段路呢 有一段 就是街燈很暗 旁邊沒有什麼的那段路呢 是重複又重複又重複 好像replay那樣的 然後我就馬上看著那個 那個 當時作證的那個朋友 就覺得 咦 你是不是鬼來的 你是不是合起來 裡面那幾個人 騙我們說的結界 因為其實 你說我們是十點半而已 其實沒有人證實 那時候是十點半 除了屋裡面的鐘 和所有人的錶 那我又沒有想起 我自己有沒有去查一下自己的錶 總之當時是 完全是令我們相信 那時候是十點半的 但是 如果現在想回 如果這一場真的是一場整股的話 就是同學之間整股的 讓你們驚一下 那其實我們當時都是無從之的 因為其實十點半和十二點半 是一樣這麼黑的 到你睡醒的時候 第二天就天亮了 你其實真的不知道那兩三個小時 是真的 其實我們回到那時候是七點半 還是其實我們回到那時候 真的是十點半 其實是一個無從稽考的 但是如果這件事 不是一個整股 是一件真事 那其實呢 有沒有發現 來不來 我們都會 好像發現有一些事情 咦 為什麼 好像做了這麼久 其實你真的不知道那個時間 是有沒有這樣過到的呢 無緣無故今晚就講一下這件事 總之我就兩個半小時才回到家 就是我剛剛送完回家 那個朋友應該很感謝我 我對你這麼好 兩個半小時 包了半個小時的沙電 然後呢 我今天 我的Facebook就搞定了 然後呢 我的車就不停這樣 奇奇怪怪的 今天全天都好像磁場 很有問題 那我的車呢 我的車是一個電車來的 那就是那個 其實呢 久不久呢 他就說我要下載一些東西的 那今天剛剛前一陣子 才搞完一陣子 很激烈的 這樣下載不了 就是下載不了的時候 導航又不行啦 那些歌又K型啦 那今天呢 又突然間又重複發生這件事 無端端下載那個信號又走了出來 那我就覺得哪有這麼快 這麼多東西下載Tesla 接著另外呢 就是那首播的那個歌呢 就是 永遠都是repeat 八個bar 接著就停了 接著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重複那八個bar 這樣都不要緊了 那就純粹是音響壞了 或者接收有問題 但是最恐怖的呢 就是那個導航呢 譬如我要去A目的地 那個A目的地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於是我就開始回家 相反方向向家族方向走 那那個導航呢 是cancel不了的 它不停地叫我回去 剛才的A目的地 總之今天呢 就是很奇怪的 有些磁場 檢討一下 那 無端端講貴股 好 那 和你們say hi 先 都是一些很熟悉的朋友 多謝你們等到我12點半 那 看看你們除了hi 是在女房 有鋪印 你好啊 馮瓦爾 很漂亮啊 你的公仔 那個illustration 很漂亮啊 在女房 曬黑了 不是曬黑了 是燈的問題 是不是 可能你裝脫脫的嘛 你一會兒去找周小肚 這麼厲害 你意思是睡醒 馬鞍山附近有什麼 有結界嗎 馬鞍山附近有結界 是不是真的 臉色好王是因為燈 我前面只有一盞黃色的燈 還有我開了頭頂的燈 那些燈搶來搶去的focus 我後面這個不是MTR logo 這個是一個結他 我是在台灣買的 是李宗盛出的結他 在台灣有一間 就是找結他的人 其實有很多很特別版的結他 是可以找的 那這個是一個結他 這個是另外一個結他 這個房間我們放了一些結他 那它不是代表 不是代表港鐵的 那這裏的結他就是說什麼呢 自信而謙卑地與音樂人一起發聲 是不是那個字 是的 那麼就 昨晚我是搬了一個結他離開的 但是你知道這些東西 當然是越來越做越隨便 所以今晚連結他都不搬了 好像很累 累啊 我今天可能去了結界 所以很累 很黃 不要緊 不要介意 今天 是的 今天沒有開Tea Live 我今天其實出去開會 研究了一樣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東西 結界你去過 你說真的嗎? 說來聽聽聽 我等一下你可以 打一點點字給我 我看到你的訊息就讀出來 好嗎? 探知好 未開後面那顆月亮燈 是的 未開 但是我不可以走 因為我沒有 我穿了一條短褲 不打算讓你看到我走 是的 因為那個App還沒有更新 但是還沒有更新 但是還沒有更新 它是完全令到你那個Facebook 不效 因為以前我們還可以選一個舊的版本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都是 不知道它是不是分批的 因為很明顯又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但是我今天就experience了 如果你們會可能 到它要有update的時候 你們不update 可能就會有這個情況 應該不是的 應該沒有關係的 貨品可以順風到府到澳門嗎? 你可以 我現在這裡有一個WhatsApp的電話號碼 90111661 你可以跟我的同事商量一下 其實因為要看一下是什麼貨品 如果是食物就應該不行的 如果是其它東西 那就要可以跟我的同事商量一下 我都不是很清楚 是的 多謝你的查詢 Hello 陳友善 你好 我會特別讀陳友善的留言 因為陳友善是一位失明人士 他非常厲害 他可以用到 他仍然會留意著時事 留意著很多消息 又看新聞 亦都可以在live那裡出現的 Hello Teresa 在多倫多的support 多謝你 我要告訴加拿大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告訴全國人 就是我明天12點 我會和李遠華和黃宜興 做一集叫做華興兵室的live 我來不來呢 星期六很多時12點 我都還在這裡放空 在喝咖啡 如果遠華有live 我都有時會禁你聽一下 我會說個hi 明天就會和遠華和黃宜興 一起做個live 聊聊天 我們就想了個題目 就是講關於Bill Gates這次離婚 我們就會給一些角度 大家討論一下 這件事都非常的juicy 原因就是 其實一般人的離婚或者緋聞 其實就 除了八卦之外 就沒有什麼公共性的 但是Bill Gates這一單 因為他是有一個很大的慈善基金 就是由他兩夫婦管理和持有的 所以其實他們離婚 真的對全球人士都有一個公共性 是大家都可能會受影響的 或者受影響的人很多 所以這一次的討論 我們就發現在美國那邊 就會多數首先的focus 就去了那個基金的命運 接著那個基金會怎樣呢 但是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會去了八卦 就是去了感情瓜葛這一方面 所以這幾天都很多新的消息 出來了發酵 那究竟我們在加拿大的李遠華 黃二興和我呢 會有些什麼的想法和感想 就是關於這一件事 關於一些關係 關於一些婚姻 都很期待明天12點鐘 可以做這個live 這麼黑倒霉啊 那都是時間而已 沒有什麼損失的 十幾二十年前開始的偶像 我的散文很好看 多謝你啊 去到現在 這麽多年 近年都沒有什麼時間 真的很認真地創作 其實我是 我這種人 是一路做著A 就會對做不到B 而後悔 又一路做著B 又覺得 耽誤了去做A的時間 其實就是好像一個齒輪 自己邊拆著自己 邊拆著自己 或者純粹是兩邊清不暈這樣 Lily 你今天收到個啫喱 收到咖啡和朱古力 那啫喱吃了沒有嗎 那啫喱 連接了那個鈴鐺 我都沒有在附近 為什麼連接了那個鈴鐺 很害怕 所有的我今天 關於機械性 關於機器 任何的東西都是很奇怪的 我剛剛電腦彈出來說 我現在connect了一個鈴鐺 這間房間是沒有鈴鐺的 很害怕 Andy 我朋友的birthday dinner 現在電腦又告訴我 不見了那隻鈴鐺 他就彈出來 阻礙我的畫面 現在又告訴我 他connect了 很害怕 我沒有鈴鐺在附近的 我朋友的birthday dinner 非常之好 今天我們去了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都很值得講一下 世界上有一些東西 就是非常之極端的毀譽餐盤 極喜歡和極不喜歡 我今天去的那間餐廳 就是一間意大利餐廳 在一間30個位置左右的餐廳 其實它都挺寬敞的 就是一間意大利餐廳 去這間餐廳的人 對這間餐廳只有極好和極差的評價 你不就很喜歡 不就非常之不喜歡 叫做The Domenico 如果你去搜尋這間餐廳在香港 你不就搜尋不到任何資料 資料很少 不就收到它極負面的資料 但是也有一幫人 包括我之內 非常非常喜歡這間餐廳 覺得應該是全香港最好的意大利餐廳 我這樣說 我當然是告訴你 是我主觀覺得和感情用事 但是我都不是阿孔的 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很喜歡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是二十幾年 壓立不到的 但是它沒有拿過任何的獎項 任何的米芝蓮的升 或者是任何的 就算是Open Rights 它的評價都是 只有Excellence和Terrible 它的曲線是中間套進去的 而它的一個意粉是超級無敵這麼貴的 也有很多人就會說 值不值啊 一個紅蝦的意粉 應該是1200元 就是一碟 放在你面前好像垃圾那樣的意粉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是一個超級無敵這麼好吃的意粉 這樣說 我去講這個評語 我並不是一些吃得少 或者是沒有吃過 我香港其它被譽為最好的餐廳 包括國際拿獎啊 或者是怎樣的餐廳 也都不是說吃得少的評價來的 我的確覺得它是全香港最好的 譬如它1200元一個意粉 紅蝦意粉 我可能在另外一間餐廳吃600元的意粉 我覺得它是沒有它一半那麼好吃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1200元的意粉 仍然是非常之划算的 那這些呢 就是說它excellent那邊那幫人的意見了 但是說它 terrible 那些人就覺得完全不值啊 性價比低啊 有沒有搞錯啊 騙錢啊 痴線啊 over price啊 名過於實啊 無聊啊 不認識的人才會吃啊 盲目吹捧啊 但是其實它所有的獎它都不拿的 那位廚師是一位性格巨星來的 因為我都很熟悉廚師界 譬如在任何的 吳毅之年的秘密的評審那些階段 它是會不接預訂 不接陌生的預訂 不想讓你評 如果它知道它評 可能它會趕它走啊 性格巨星得很厲害 而我和這位Chef都算OK熟的 它暗立在香港20年了 的確是我和不同的朋友去吃 大家都有很極端的評價 有多極端的評價 我都不感到意外的 如果有些人說它中間啦 OK啦 可以回來吃 我反而覺得意外了 普通啦 我就會覺得很意外 是的 這間餐廳很可愛的 其實它最初的時候 這間意大利餐廳 就在銅鑼灣的開屏道 我記得應該是二十幾年前 它就開始在那裡 之後慢慢它就很出名 變成一間 有人說是名人富豪的餐廳 當然它去到一個這麼貴的價錢 都應該不會是 很多人 我都十分不捨得的 因為有時候你會 譬如朋友生日 你就會請朋友 其實就 是真的很貴 但是呢 心是會掛著它的 我首先要講一講 譬如在我身邊的 我很雙熟的廚師 其實一些 譬如米思蓮的廚師 譬如它拿三星 拿兩星 這些呢 其實真的是世界上 頭百多二百個頂尖的 在廚藝上面 Refine的人士來的 那些呢 我都認識很多 和認識很多的 首先要講一講起點 譬如好像我的partner 香港來講 真的拿到高些榮譽的 很多都是法國餐 那法國餐裡面 假如就算它有pasta 都相當不像意大利的pasta 那我們經常都說 紅蝦紅蝦 我們會說西班牙紅蝦 但是事實上 在意大利都有意大利的紅蝦 那他們就叫Gamberoni 那我是真心覺得 這間餐廳的紅蝦pasta 是做得最好的 那 但是這間餐廳是一間很 可能看著它價錢覺得很浮誇 但是事實上它是一間很霧實的餐廳 霧實到因為它的pasta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它沒有什麼主要的 其實在意大利餐裡面 其實pasta是一個中間的cours 應該的部分是很小的 然後你就有些main cost 因為main cost 才收到你的錢 買一個pasta收到多少錢 所以其實就算你說 香港那些很高榮譽的 譬如三星的意大利餐廳 酒店 很久的意大利餐廳 他們都會是主力的main cost 但是這間餐廳的紅蝦意粉 實在是出色到 其實是沒有人叫main cost 大家都叫紅蝦意粉做main cost 雖然它都有一些牛塞 那些肉類的main cost 在manu裡 但是都真的沒有什麼人叫的 大家都用它的pasta做main cost 所以如果pasta做main cost 其實算是一種好像家庭式的一種意大利餐 但是在意大利都很多這些餐廳 就是那些人進去就只是吃過意大利粉 一個湯這樣 就不會特別吃那些肉這樣 所以呢 你又可以說它是 哇 收錢是貴到很浮誇 但是你也可以說它很務實 就是最好吃是一個紅蝦的pasta 它就做pasta pasta做main cost 所以也都不會故意做main cost 要你叫做一些set 是完全不會的 是一家很有趣的餐廳 那就是有機會再說 晚上又在那裡講食物 這位就是剛才說馬鞍山有結界的朋友 他提供的資料就說 很久之前有人駕駛車進去馬鞍山 進了一個白色的龍墓 過了一天才走出來 現實的世界 這個人說好像去了地盤一天游 很恐怖 這個人是駕駛 就是在車裡面 車兜了一天 它有很多油 我要說我的車駕駛一天我會沒有電 我剛才這個 其實我剛才是充電的 我記得我充電是充到264 我現在回到家是剛剛200多 那我真的這輛車走了很久 不是開玩笑 走了50多kg 我去馬鞍山是不用50 來回是不用50多kg的 我也不知道了 盡量不要想詳情 去澳門吃老闆不會叫我去到才行的 還有我是喜歡吃這間餐廳的 不是說想去澳門吃的 錯重點 長期心情不好 好 整鼓居都說 你只是說剛才我那個4個小時結界的時候 但是我其實那幫朋友很多都繼續有見的 現在so far 又在那件事裏面 又還有見的朋友去對那個口供呢 都是說我們去了4個半小時 就是要不就立心把這個謊話說20年 如果不是就可能真的去了結界都不定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都有說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累的 因為我們其中有一個畫面 我記得我們是討論過的 就是我們是去買碳的 碳是很重的 如果20分鐘的話 正常應該是 因為我們有男生和女生一起出去買碳 正常我們應該是 男生就拿了 或者兩個男生交換一下 一人拿一陣 拿一半就拿了 但是我是很記得 我們是有說 我幫你拿一下很重的 是很重的 你拿一下 每個人都有拿過碳 每個人都有說那個碳很重 如果是20分鐘的路程 又有多重呢 就是那個碳應該是 不是最多10斤 10斤真的不是很多 我手袋也有10斤 我們都帶著那個什麼 我一個人拿 但是我真的很記得那個畫面是 哎呀很累啊 你幫我拿些碳 是幾個人輪流都拿過碳 如果我們真的走了20分鐘 5個人輪流拿碳 每個人拿4分鐘 沒有可能 我記得是交換過很多次 我幫你拿 你幫我拿 你幫我拿 我幫你拿 這樣有這件事 Lily說你現在吃鹹蛋黃梳打餅 就配我那個 那個什麼 陳醋醬 是不是 很好吃 真 這個就是我介紹的 給我客人的 在萬事屋的客人 那個陳醋醬 就是意大利的一個陳醋醬 我講過幾次了 不如說給未聽過的朋友聽 就是我們在意大利餐廳 就是靚的醋和不靚的醋 大家會幾容易去分辨出的 沒有這麼久的醋 就會比較酸一些和稀一些 如果浸得久的醋 其實它會有一層糖 糖膠這樣出來 通常會稠一些和甜一些的 不是很膚淺的 陳醋就是甜 新醋就是酸 不是的 但是漂亮的陳醋 是很甜和很漿的 好了 我們意大利餐很喜歡加醋 但是醋如果它很liquid的時候 其實在食物上面就散開了 你想一下 你放在芝士上 你滴一個醋 淋在它的面上 它就散開了 咖啡色好像豉油淋豆腐那樣 但是洗餐就很著重擺碟 presentation 那些醋就可以做到一點一點一點 就一個圈一個圈一個圈 就是很珍貴的 只有幾點在餐裡 那廚師做這件事 就是用一種叫陳醋醬 就是一個醬 就是好像我們醬油都有醬 就是稠一點的 那我就買一個這個陳醋醬 就是廚房professional use的 正常的 retail就沒得買的 但是我覺得這麼好用 怎麼會不用呢 於是就在我的店裡有得買 網頁也有得買的 那很多熟的朋友 我就問我有什麼買 我介紹他們買這個陳醋醬 至於那個鹹蛋黃沙達 就是一個蛋素的餅來的 就是台灣做的 它就很有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有時候那些鹹蛋黃做的東西 做到餅裡之後 它不是鹹的 它是甜的 甜甜的 就是有種鹹蛋黃味 它很快就變成甜味的 會香那種的感覺 所以我就發覺這種甜甜的 這種鹹蛋黃餅 其實很適合配魚子醬 還有那個陳醋 我就說你配任何餅乾麵包都一定非常好吃 你可以加少許鹹柑油 現在Lily就是我一個熟客仔 我朋友 她就說現在晚上在吃蛋黃 鹹蛋黃沙達 配上我這個陳醋醬 真是識彈 吃極又不肥 Ivan就說你睡覺經常下了結界 睡覺經常下了結界 或者你好像不是很心碎那樣 但是你睡醒就已經過了24個小時 是不是這樣 Andy就說 你太開心了 你的飲歌之一 簡約主義是我的作品 就是你剛剛才去找回簡約主義 就發現簡約主義是我的作品 所以你就很開心 是不是這樣 我沒有什麼印象 我這首歌是寫了什麼歌詞 我待會回去找來聽聽 但是我確定這首歌是我寫的 是陳曉冬的簡約主義 當年有沒有指南針 用月光的光知幾點 其實看月光是哪個方向都大約知道 我們沒有這麼聰明 那時候講的是中一、中二的時間 而我們走的時候 一邊走一邊聊天是不覺得的 但是剛才我說交換 拿碳或拿碳很累的 那一幕我是挺深刻的 因為你知道 女孩子和男孩子的縮型 是什麼都不用做的 應該 如果不是要那些男孩子來做什麼 所以 我又很記得我們是 拿碳拿到很累的 那一幕 讓你們看 我是不會亂要朋友幫我的 Dennis 你Dennis楓還是Dennis楓呢? 是不是你今天下去店舖追我的本書? 不是 是Dennis楓 你不要找人下來追我的本書 因為我答應了你找一本我的書 然後簽名送給你的 但是我星期日才會到店舖 麻煩你等我星期日 那你無端端星期五下來追我的本書 就說我欠你的本書 這件事就很害怕了 很害怕欠人的東西 還有我都要記住 我明天要回公司找 因為我的書是在公司的一個書的倉庫 不會呀 不會呀Dennis 我剛才一直回來的時候 我看過鐘 咦 為什麼我的車走了這麼久 而我還在開車 我有想過一下 我有沒有拍張照 說開車 然後說Driving 就來又Live 但是我都覺得不要了 一來危險 二來都沒有什麼大意思 一會兒如果我真的去了結界 我三點鐘才開到Live 大家就不會很害怕了 其實大家有沒有去過結界呢? 有沒有人知道我說什麼?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什麼事? 不好意思啊Suzanna 等到你頸都長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等到頸都長是什麼意思的 為什麼等會頸長呢? 大家有沒有研究過呢? 馬鞍山以前是礦場 那是礦場都不會是結界的 是墳場就說是結界而已 礦場是結界的嗎? Hello Priscilla 你是Vancouver的朋友 明天聽阮華和義兄有Live 很期待 他們不是每個星期都有Live的嗎? 好像他們每個星期 還是每個星期才有Live 不用怕 不用怕 Yunice 我都是一個人 我們大聲一點她就怕了 我突然又想告訴大家一件事 話說我公司初開的時候 新在黃竹坑 就在廚房 那時最初開的時候 那個辦公室 就只是在廚房那裡有一個小辦公室 就還沒開萬事屋的那時 我又經常都做到好事 那我的同事有一晚就嚇我 就說我們走了 你不要那麼晚了 然後終於有一晚我的同事就跟我說 他說你不要那麼晚了 一會兒電話響了 你就好走 我們有Live的電話 其實他意思就是說 嚇我 就是說你一晚電話響 就是鬼打給你 要你聽 你千萬不要聽 然後我說 蛤 電話會響的嗎? 那一刻我就真的說 那如果電話響怎麼辦 他說你最重要是大聲就可以了 你要比他餓就可以了 其實他都害怕人的 如果他打給你 你就拿起電話 然後很大聲的說句髒話 然後你馬上吸線 然後你馬上走 記住啊 在他還沒怕完的時候 你很走 你記住大聲一點 這樣 那我不可以笑一下就算了 拜拜這樣 然後到我那天 其實我記得其實真的很辛酸的 我記得那一晚我是做到三、四點的 做一個什麼提議 我都還記得 到四點鐘真的電話響了 四點鐘 是一個辦公室的電話響了 然後我就很害怕了 然後我就想起我同事教我的東西了 那我就想著 其實他 我就想著很大聲地罵他 嚇嚇他 但是我又覺得他既然是鬼 他沒有理由要我拿起電話 他才能聽到我說話 照他我大叫他 已經聽到我說話 於是我就大叫他罵他 一會兒 不要搞我啊 我現在走了 然後我就馬上走 電腦都不關掉了 那一次我就從此很害怕深夜的電話響 Anyway 這就是一件事 沒有證實是什麼事 可能是有時候都會有些電話響 就是有些人亂按那些fax的number 就按了你的電話 是他的fax number 然後可能其實他每晚四點都響的 不過只是我那晚四點鐘在那裡而已 好了 我想說回那時候四點鐘 做什麼東西要做四點鐘呢 就真的很慘 其實你想回頭 這一兩年裡面 很多譬如我們做生意或者做事 其實究竟做了多少個冤枉的proposal 其實最後那件事是不成的 而你又花了很多時間 折了你很多本來可以做正經事的時間 去想一些事情做個proposal出來 然後整件事是不成的 不成之後你除了浪費了時間之外 其實也會對自己的心理打擊很大 自信心 對自己的判斷很大 我記得那時候我是做一個關於體育的 大型活動的proposal 就是類似是舉辦一些外隊的比賽 當然是關於足球 兩、三年前我都還有一間體育的event的公司 但是其實那次做了之後 最後就慢慢的 因為體育的項目很早的apply 你租場地所有的東西 就做了一個proposal 就是一年後的東西 其實我那時候是做一個year plan 就打算去做這樣 那天就臨急抱佛腳 就是開會之前的一天 我就差不多通宵去做那個proposal 可惜呢 其實since那個proposal之後 其實香港就再沒有大型的 愛國的體育活動來香港了 因為就是 因為疫情 其實很多年的了 其實已經很多年沒有一些外隊賽 可以搞到在香港 起碼兩年 我三年前應該是planning 去年的事情 那今年也都沒有發生 所以其實由我那間體育event的公司 就是我獨立以來去開一間體育event的公司 其實是做過很多proposal 做過很多research 開過很多會 但是其實是一宗都搞不成的 那不是我的問題 其實我搞那種event的性質 是在這幾年裡面 在香港沒有發生 那奧運也不發生 那你可以怨什麼呢? 但是我們都想回頭 其實我們在每一個階段 很努力去做的事情 其實十宗有九宗禍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埋怨的話 你都會覺得 真的走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雖然沒有人可以保證你走的一定是直路 沒有任何冤枉路 用最短的時間可以做到 但是你有時去想回那些花的時間 那些心血 那些effort 那種的善意 就是希望那件事整個精神力 那你都覺得 其實真是枉廢得很厲害 就好像繞圈繞圈繞圈這樣 走到今天其實 裡面有很多冤枉路走了 那是不是就是結界? 是不是就是事業上的結界? 可能也是 還以為未到11點真的晚 你是不是去了結界? Hello Hello 你好 找人講 講什麼? 講結界還是講餐廳? Aida 你好 我不知道後面還有多少留言 我看一下 都好像有多少 香港加油 好 香港加油 請問用什麼apps 是不是你說用什麼apps? 什麼意思? 那又繼續講馬鞍山結界了 Kinley說 很久之前 這個你剛才說了 那我繼續下去 會不會時運低的人才去了結界? 就是不知道 我平時經常聽我的同事講結界 是拿來當作開玩笑的 就是你遊魂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去了很久都回不了你 做了一些事情過去又解釋不了 就問你是否去了結界? 這樣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今天真的用了兩個半小時 就是送一個朋友回家 差了半個小時的電 穿短褲才要起床 不行 短到不可以起床 我怎麼都不會起床 有很多歌詞 或者一些quotes 然後有很professional的工作人員 去陪你試結他 那樣的 找人分享一下我的歌詞 怎麼寫出來 好 Hello 你看一下 你是12點53分留言 現在1點21分 我回答20分鐘的留言 20分鐘前的 Toronto的朋友 你好 是啊 中52點 香港時間中52點 Hello 有溫哥華的朋友 我發覺我這麼晚做Live 是聯繫到很多愛國的朋友 Eunice 是閃姐很厲害 陳友善很厲害 其實她示範過給我 當然她示範完我也不明白 其實他們用那種電話 是沒有螢幕 但是螢幕是沒有東西看的 但是他們用這個上下左右 就可以用聲音播出來的 還可以快進來聽 所以他們習慣聽的東西 是講得很快 所以他們都會聽到這樣的 想問一下微筆和朱古力 有沒有現貨在店裡 微筆有 還有很多顏色在那裡 朱古力就有心形 和 我不知道店裡還有沒有朱古力棒 今天我同事就告訴我 網上的朱古力棒 就是網店的朱古力棒就賣光了 應該過多下個星期 那我們就會有 愈無意外 因為shipment的東西真的很難說 尤其是法國人 下個星期15號左右 原本的旋期15、16號左右 就會有橙皮、檸檬皮和薑條 的朱古力條回來的 做生意很有趣的 有些東西譬如我拿回來買 大家喜歡當然開心 買得少 而令到大家沒有貨 又失望 又要等 那我會很內疚的 為什麼自己這麼 預算得這麼不準 因為其實你做生意 你預算的能力 是代表著一切 譬如我買100盒朱古力的 你說好不好生意 當然好生意 如果我入了100盒 就好生意 但是如果我入了1000盒 而我買100盒 就是非常之差的生意 所以一切都是關乎你下貨的 那個準不準成 其實這個就是merchandising merchandiser的一個功力 當然現在我萬事屋 是賣慢貨 是賣雜貨 所以我就要用自己去感應 究竟有哪一樣東西會是好賣 賣到 那究竟要多少呢 要別人等得太久又猛 你剩下很多貨就是我猛 不單止我猛 還要壓著一個倉 還有很慘的 一層一層的 管理的同事又會 那些貨 尤其是譬如好像啫喱 那如果我遇得多了 或者遇得少了 那就兩樣都不好的 遇得多了 那些同事其實他們又要 就是我們廚房就要有一個 譬如我只是擺兩天或者三天的 那下手扔那個同事 其實真的很大壓力 我想我會是 如果你給我做工 我是最不忍心做下手扔那個人 那下手扔那個人 那個心是有些不安樂 但是你把那些東西 塞一下塞一下又不是辦法 是不是 食物的東西你不可以放得久了 它真的會負難的 你會處理的 所以做食物真的很難 就是任何一些 不可以儲存很久 就是shelf life是短的食物 其實我們每一次處理的心情 都很 真的很牽動心的 哎呀 過了一天了 過了八小時了 哎呀 還沒送出去 很多這些 就是看著戰隊塔 簡直是我人生的一個 一個很傷痛的畫面 很深刻 那 對了 回答你 心形的朱古力是有的 那個心形的朱古力都非常好吃的 那朱古力棒呢 應該有的 因為我沒有聽他的謙信說沒有 那應該朱古力棒棒都還有的 但是那個 32顆那個方塊的朱古力 就是我們最好賣的那個 就要15號之後才有了 那所以你可以 應該可以訂的 你可以訂定去店裡拿的 看一下 1點鐘 對了 我今天是12點半才開始 但是我講了 我講了50分鐘了 現在已經是1點26分了 糟了 我在回答半個小時之前的東西 原因未有死在大陸女手裡 嗯 明天再談 這個是暫時浮現的一些facts 那 看看 儘管看看阮華和義兄有什麼看法 星期一萬事 店舖有沒有豬皮 我們現在是有豬皮的 至於店舖有沒有豬皮呢 就 我要問一下 正常我們有豬皮 店舖就有豬皮的了 因為我們的貨做了之後 我們就會放一些貨去店舖的 除非蘇蘇不記得 或者牽神拒絕 或者這兩件事同時發生 就會在店舖沒有豬皮買 但是我最近是 廚房是炸了豬皮 我那天還吃了很多 期待明天十二點半 十二點鐘 香港時間十二點鐘 我們三位出現 陳友善說 我不是重到整個Airport不見了嗎? Airport 你說的重到整個Airport不見了嗎? 就是那個耳筒 因為你要用來聽那個 聽那個 讀音那個 就是去read 大家 就是網上的消息 所以就 Airport不見了 Airport Pro不見了 我的舊小說還沒得問 沒有了 因為其實那些書就 這麼多年了 譬如之前一直在出版社 或者在發行的書都退回來了 我那裡 其實呢 近這麼多年呢 我真的搬過無數次的簿 寫字樓 公司 搬東西 那樣 所以呢 都去到一個位子 就不可以再keep這些書了 那有部分呢 就跟出版社說報銷 有些就在發行報銷 跟著就 現在都是每樣只是keep少少的 但是呢 以一個作者來講 其實就 不是很喜歡將自己的舊作 再給人看的 因為有時間性的嘛 還有也都 一定會覺得之前是不夠好的 所以如果可以再看到我的書呢 我會希望是一本新書 明晚跟家人慶祝才一起吃這個Jelly 那 有些什麼提示給你呢 那個Jelly呢 它會 它會有些出水的 那Serve那個人呢 就是捧出來 surprise媽媽那個人呢 就要首先把那些水倒出去 會比較好些 而到你切的時候呢 你也都最好將那個Jelly呢 就放在一個碟那裡 就是一個 就是可以繞一繞一些水的碟 那它切開的時候 其實會有少少出水的 而且它都擠來擠去的 就是到你切完要倒出來的時候 都擠來擠去的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 會不會是切到四方形啊 這樣就是令它容易一些筆 那另外就是 它是不是圓拱形的 那底呢 就是白色的那個 就是柚子味的 柚子味的那一層來的 那 要由頂吃到底呢 那個Jelly呢 才會比較有味的 因為那個海藻 就是透明的那些位置呢 就是沒有什麼味的 那那些味呢 就是花瓣和底那裡的 那所以大家就要 每一份呢 都要make sure 就有花瓣和去到底啦 那但是假如你說 家裡有一些成員呢 是不適合吃那麼多糖的 它想吃沒有那麼甜的 那在海藻那部分呢 就會少些糖 那是的 這個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食證都不要緊的 食證是可以放回雪櫃的 那你看到它出水呢 就不要驚訝 不是很多的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用凝固 就是啫喱的凝固制 所以海藻的本性 是會有少少出水的 那你留回 第二 就是如果你雪得好 provider你的雪櫃 不是經常又打開又關上 又打開又關上 它其實保持在一個雪櫃那裡 其實多一兩天兩三天都ok的 可不可以打個名字出來 是不是在講餐廳呢 好 打個名字給你 前兩天沒有我的live很失落 感覺是每天會見的朋友消失了 我想呢 不是每天會見的朋友 是不是有點像我們小時候 煮電話粥的friend 就是那時候 煮電話粥呢 偷偷地擺個 偷偷地擺個電話在彼頭那裡 接著就是 媽媽經過不出聲 對方就會醒水 接著你就可以 你不說 對方都會不停地這樣說話給你聽 你又覺得解到悶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 煮電話粥的感覺 好 我現在剛剛 打了個 意大利餐廳的名字出來 我去個底下 這個就是那間意大利餐廳的名字 是灣仔的 那個廚師是性格巨星來的 你未必定位的 他那個性格巨星之處就是 我不知道他到現在是不是 他今年應該不知道 他以前是去到 就是早一兩年 他仍然是 每年都會放自己 四個至六個星期的暑假 是完全那間餐廳是關門 因為意大利人就是要放暑假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實很多年前 以前意大利人是整個意大利放暑假的 那些購物 你去某一些時份 你去到意大利 根本是不能購物的 但是近年當然少一些 自從自由行去光顧之後 很多國際的品牌就已經不再放暑假了 但是都會 還有很多店舖是星期日不開 還有休星期一上午的 他們真的很有型的 那這位意大利廚師 即使在香港 他都是奉行著 一年是放四至六個星期的暑假 而他又不告訴那些客人 聽他什麼時候回 於是那些熟客 之間就會互相打聽 哎呀 開了沒有 開了就要趕快去吃 那也都之前說 名人什麼飯堂 就是因為他以前會經常 使整條開屏道的外面 是拍滿了盧斯萊斯 還有很多司機 還有很多保鏢 每一個神秘的地方 餐廳的招牌都很小到很小的 那就是 這個是很經典 到現在都是很極端的 就是有極喜歡和極不喜歡他的人 我帶這麼多朋友去 都有極不喜歡他的人 有些人就會說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喜歡 有些就 就是每個人有不同的comments 那我也覺得非常有些有趣 但是就是 到現在他的客戶都是很廣泛的 那其中一個就是和我的朋友說 就是很多說在這間餐廳 很多人說我聽過 沒去過 那他的廚師是性格巨星到 每一個預約的電話 他都會親自聽的 他會要在電話的聲音裡面 認得你是誰 那當然他不認得你 你是生客 或者他都會接預約的正常 但是有傳說 他不認得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 乾脆告訴你 無謂就算了 這樣說吧 我們看到哪裏呢 找回你剛才 餐廳我打了出來 很失落 不用失落 我應該正常的話 我都會開live的 那個名字打了出來 很多人會聽過的 很難吃的 terrific 不是 terrific terrible 甚至乎很多廚師都會說 有沒有搞錯啊 用不需要這麼貴去吃那裏呢 但是又是這樣 因為廚師和廚師之間 他們未必會自己訂位的 是不是 講到這麼難訂 看心情那種難訂 講到這麼難訂 我做什麼一定要去光顧你 但是我就會跟很多廚師朋友去吃 他們都會 懂得欣賞 都會覺得是 有些特別 有些東西 如果不是都不會 20年都還是存在 還有都有一定的本場客 大圍的好湯好麵 吃紅蝦麵 紅蝦麵 120元 我沒去過 好吃的 吃過吃過 後來搬了去大坑 現在搬了去灣仔 在灣仔 是第三次搬的 那個算不算大坑 算了算大坑 銅鑼灣大坑 但是Domenico感情分多些 為什麼感情分多些 有感情 地府一日游才是 你說馬鞍山的礦場 地府一日游 Joyce就說 我右上角有一雙腳 有沒有看到 有一雙腳趾 右上角 你打算嚇我 我不害怕的 你現在說不害怕 一會兒自己一個人都在震了 明天訪問12點 是香港時間的中午12點 香港時間的中午12點 我一會兒 有一張poster 我一會兒放出來 現在進來看 馬鞍山雅公國 那個位感覺好像有點陰森 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周圍都很陰森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街燈是有點不同了 不知道我的眼睛蒙了 還是街燈暗了 我剛才沿途走的時候 都覺得公路的燈是很陰森 烏溪沙 現在馬鞍烏溪沙是亂撞江 4點鐘電話響 就是叫我早點回家睡 其實可能我同事打來的 嚇一下他先 1點3 現在是1點 1點8 那就是你20分鐘之前留的了 明天12點鐘Live去YouTube 現在你遠懷有得看 多謝你的提供 盼望到頸長 但是為什麼頸會長呢? 是因為你去看 看那個人有沒有回來 所以頸會長 Winnie說 明天下午晚時屋取蛋糕了 我的父親節貓山王蛋糕也順利嗎? 順利啊 我順利的 不如說說我的貓山王蛋糕好不好 其實我一口都沒有放過下口 因為我是不吃榴槤的 但是我作為一個做飲食的人 我要聽大家說 有市場有人需要 我覺得是要做和研究到最好 我和Chef都是不吃榴槤的 是害怕到避開彈開的 還有我已經空了一個櫃 專門用來擺我們的榴槤 那我的貓山王 會是一個芝士蛋糕來的 用很淡的芝士味 是搭配的 有兩種吃法 一種吃法 你可以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然後到你吃之前 你就攤十幾分鐘 直到它可以切到 就有 好像你可以當是冰箱蛋糕這樣吃 是很有趣的 質感 但是當然你也可以 不喜歡吃冰箱蛋糕的話 你就就這樣放在冰箱裡 如果你就這樣放在冰箱裡 就放七天左右 最多放幾天 算是我出廠 所以其實這也是放幾天 你就這樣吃 吃之前就拿出來放在冰箱裡 就變成一個普通的蛋糕 這個創作呢 其實我都覺得是挺有趣的 遲些就會做 還有我就會做四方形 因為我覺得爸爸父親節 就是做四方形 好像square一些這樣 然後上面我還在研究一個 既可愛又特別的擺設 這樣 希望到時大家喜歡 我太疲 要早點休息 OK啦 明天 明天可以自然醒 12點鐘做live都不是很大壓力 但我覺得我今晚要做一點點功課 因為我覺得王二興 都是真的非常之很口才和很急才 所以我也不可以太過比下去 所以我要準備一下一些資料 李小鐘我是不是在這裡說靈異事件 不是啊 我說我今天 我這裡是會說我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這樣 我做的生意好像大家跟我一起做生意那樣 我遇到的問題啊 我生氣的 氣結的地方啊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好像每晚一個 和朋友聊天 煲電話粥這樣 知不知道什麼是煲電話粥 你覺得早知首歌詞填得很好 多謝你啊 我也覺得填得挺好的 OK啦 其實都是表達一種青春的一種愛情觀的 就是有一點點是覺得 明知沒有結果都要一起 但是那個時間 就是愛得很深的時候 然後又怕再久一點 就會分開會更加痛苦 那不想對方痛苦 就寧願早點切割啦 那其實這些都是 相信會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會感受到這一種的感受 那我就刻意不是寫得很深刻的 如果不是就會很老成的了 嘩 希臘的朋友 香港仔 你是希臘啊? 你好啊 現在是五月 哇 天氣應該非常非常之好啊 你睡啊 拜拜 早晚見見素 期待我的橙和薑朱古力 我也很期待的 但是呢 其實呢 我有時候呢 很擔心的 因為旋期呢 很多時候都是問題 那也都呢 法國人很有性格的 譬如呢 你們 你訂三種朱古力 來了兩種呢 那他們會很 覺得很沒事的 就是覺得 放鬆 做人不要那麼緊張 送給你 那不是的 我計劃了三種包一包 放鬆 其實你兩包包一包 兩種包一包都不是問題 那第三種來的時候 我另外兩種又買完了 那怎麼辦呢 放鬆 到的了 你想到了 Have a nice day 那你就出去你不想 那希望不會發生 因為譬如我那個 心形朱古力就是發生了 訂了三種回來兩種 我是填詞人 李小鐘 台灣人 台灣的朋友 是不是香港藝人 想問一下薑黃餅和鹹蛋 蛋黃餅仍然有嗎 你又吃光了 應該有 公司有 我記住 接著星期日 我拿些下去好不好 朱古力是巧克力 是啊 我明白你都處理過 我真心不想浪費任何食物 但是無可避免 是啊 其實做扔那個是很痛苦的 其實我有很深印象 就是我們最初開始燒叉燒的時候 接著 叉燒一定有一些洞的位置 那我的同事就 走過我看到他們處理 因為我們要切到一塊塊 很漂亮的 尺寸一樣 接著洞的那些邊 就是小塊那些 我都刻意不問了 走過看到他們在做 刻意不問 再下一次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你們怎麼處理洞邊的 你們會不會拿回家吃的 他們說 不會了太多了 扔了 那我很深刻的那個畫面就是 一路在這裏切 接著下面就是那個垃圾桶 撥下去就扔了 我心肉痛到 接著說 以後你們可不可以留這些肥洞叉給我 那之後我就吃了很多的肥洞叉了 那我也有拿給人吃的 那些譬如朋友來 請你吃很難得的叉燒 你的叉燒是很好吃的 很出名的 我的朋友吃過很好吃的 倒出來說整個是焦的 很肥的 接著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客氣了 就說 其實這些部分才正的 Hello Sandy 有什麼?Hinson 你有朱古力嗎? 是不是有胖胖朱古力? 那有沒有薑黃餅? 很多人問有什麼有什麼 今天有 買了兩包 是不是在說豬皮? 是這個泰北式的豬皮 其實這個豬皮 你除了胸口吃之外 你可以嘗試放在粉面上面 它浸泡之後就會有一股豬皮味 這個就是泰北的船的河 船粉的吃法來的 它們會放在面上 有些就是軟到很高的 那些你就可以脆脆脆的吃 但是浸著湯那些 就會吃回豬皮 就很硬的 我們用的豬皮是特別厚的 所以你會有一種很嚼勁的感覺 很好吃的 鼻敏感的通常在空曠的地方 如果在深水埗旺角 就因為有地氣、人氣、車氣 就可以抵消一些汗 就少有鼻敏感 是不是? 敏感就是敏感的 就是敏感是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外面的致敏原 一個就是你內在的 那如果你的敏感程度去到很高 或者你有一些食物 或者你的身體的狀況 是令到你那個 就是 令到你那個敏感的系統 或者你抵抗力低 那些免疫能力低的時間 你都會比較敏感一些 那如果你純粹說外在的地方 我又覺得可能有部分因素 但是應該在香港有被敏感的人 都很多的 遍布周圍都是的 去到我比特·Domenico那個位置了 有些書是沒有時間性的 《紅樓夢》 那當然啦 如果我寫到《紅樓夢》和《聖經》是我寫的 那我當然會繼續賣給你 知不知道我今年的運程如何 為什麼要問祖師問 因為他是懂得看運程的 我現在在家裡 不是在辦公室 這位是希臘的朋友 現在還是整個歐洲都是summer vacation 他想告訴我 現在整個歐洲都是在8月裡面會放暑假的 看看哪些 例如倫敦這些這麼扯的地方 就沒有這件事 百樣米養 百樣人 不少人說K11有很多結界 K11 那個位置 真的嗎? Joe 你好 你以前在Domenico serve過你 我今天又去過 我真的很喜歡這間餐廳 我的食店有什麼好介紹? 我沒有開食店的 榴槤很好吃嗎? 是的 甲之榴槤 愈之 有沒有聽過甲之蘋果愈之披霜 可以在不同的人裡面是很不同的 我當然很欣賞榴槤一定有些東西 要不然怎麼會這麼多人喜歡呢? 但是如果不喜歡 我都深深理解的原因 現在那些街燈轉了白燈 所以反而沒有這麼害怕 以前放學爛玩 很喜歡坐巴士 尾班車經過那些鄉郊路線 有一點點陰森 但是很喜歡那種感覺 我覺得白燈才得人害怕 黃燈沒有這麼害怕 期待我和黃宜興 純槍涉戰兩性關係 還有阮華主持的 Hello 是的 我故意的 不過我不故意都很出色的 Museum的K11 還是另外兩組K11 是的 我都想問 哪有結界? 另外這位希臘的朋友就是 如果我想在希臘 收集一些東西 你都很開心去幫忙 好啊 多謝你先 會不會再做些填詞的工作 你是丹麥的聽眾 你好啊 丹麥呢 是一個我印象非常好的地方 我覺得 我覺得丹麥的男生和女生都很漂亮 他們高度適中 又不高又不矮 有很多人踩單車 整個城市都很簡約 很特別 我去丹麥的時候 我去丹麥的時候 都很 有一個廣場 附近很長的一個購物的街道 很多家具店 就算是很普通的家具店 那些東西都很漂亮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丹麥 丹麥都有很多很出色的食物 還有那條河 兩邊很彩色的那條河 馬沙里吃過Domenico 那時候是開平道、新寧道 是開平道啊 不是新寧道 新寧道是旁邊那條街 K11很多內地人 那怎麼辦 所以是結界 是嗎 有機會問問楊師傅關於K11 他不是很講鬼神的 我目前沒有聽過他講鬼神 聽聞丹麥是買不到藍貫曲奇的 沒錯 他是沒有藍貫曲奇的 這件事的 好了 談了一個小時15分鐘 今天不好意思很遲 聽到這裡的300多個朋友 多謝你 還有講一講 明天就會有個Live 接著 明天我們會繼續送出 訂了那些康禮興 遮禮的訂單 接著 書法家Patrick 就會在5月9日 星期日的時間 下午2點到5點 就會在萬事屋 很歡迎你們 找Patrick 寫一個母親節的卡 其實有香港頂尖的書法家 親自寫一張 母親節的卡 我覺得都是很值得紀念 記著就叫他寫你媽媽的名字 和你的名字 一定要寫上款和下款 才有紀念價值 如果扣滿800元的話 是免費的 Patrick是不會收錢的 Patrick寫的時候 他會很聚精會神 但是你不要擔心他很嚴肅 其實他這個人都很鬼馬 很好玩的 你撩他講話他就會講話的 當然他寫書法的時候 就非常專心 還有他是西洋書法家 不要叫他寫中文 不要叫他寫中文字 或者說公仔 那些 我之前曾經有一個post 就說Patrick會是星期六來的 他星期六是不會來的 因為我後來知道 Patrick星期六上午要教班 所以要上課 我不想他太累 因為我看到他真的連續寫幾個小時 他累了 於是他就offer說 不如我母親節正日來吧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安排 所以是星期日 不好意思 如果有朋友誤會了是星期六會來 Patrick現在更正 Patrick是星期日才會來到萬事屋 那星期日我都會在這裡 好吧晚安 明晚有沒有live 明晚有的 有的 我希望早點 明晚11點半好嗎 Suzanna 希望陳友禪祝我們每一位都有美好的睡眠 好多謝你 你都早點睡了 Andy就說我是貓頭鷹 我見到貓頭鷹 Milsir真的有個朋友進去都說不舒服 不論是愛國人 越早越好是不是 好吧 多謝大家 多謝Irene 好多謝你 你的Facebook 那個頭像還是我的戰隊 和那個皇冠 多謝你 好了今天聊到這裡了 明晚再聊 好拜拜Suzanna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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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這 怎麼認為 感谢观看